歡迎大家在末日前也有時間抽空去看這個Videotutorial 我就會教一個大家都不會用的軟件 或者很少用,就是3D Studio Max 大家其實學習Maya,突然叫他用3D Max 可能很不習慣 但其實做事就是這樣,他們都是一個工具 即是我們做那樣東西,哪個工具最適合用的 那我們就用哪個 譬如3D Max,它裏面有很多功能,的確都很簡單,很方便 但要用之前都要講解一下大約怎樣運作 所以我會講一個很簡單的interface,怎樣control 希望大家都懂得用這個軟件 懂得多一個軟件,這樣就更加好一點 因為其實外面做事,3D Max就比較闊的,學一些東西 例如你可以做一些Product,Int,Arky,Animation,什麼都可以 這樣就比較闊過Maya 好,第一件事就是你看到,其實它的介面和Maya很接近 你看到有Top View, Left View, Front View, Left View就是Side View,以及Perspective 好,那怎樣轉... 例如在Maya裡面按Space,就可以放大一個View 好,譬如我想放大這個View,那你就按Alturn W Alturn W,OK,就可以轉了 好,譬如這個View裡面的時候,我們就怎樣去Pan Pan,Pan,就是按Mouse中間鍵,就可以按了 一個鍵就可以了,就按Mouse中間鍵 好,如果你想Rotate你的View,Rotate你的View,OK 那你就按Alturn,按Alturn,按Alturn,就可以轉了View Alturn 好,那怎樣Zoom呢? 如果你要Zoom的話,其實按Mouse的滾軸都可以 又或者是,按Alturn,按Alt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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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Altr,按Altr,按Altr 這樣可以看到,3D Max的View,Control,全部都是Mouse中間鍵 就搭一個Alturn,或者加上Altr,OK 那就很簡單 好,接著怎樣轉View呢? 如果你要轉FrontView呢? 3D Max很簡單的,它很User-friendly FrontView就是FRONT,OK Front是F字頭的,你按一下F,就去了FrontView 好了,你要去SideView,它沒有SideView 它叫Left,沒有Right,所以LeftView就是L 那就變成Left TopView就是T-O-P,就是T-O-T-T 好了,你變成Perspective,其實就按P 你按P,其實這個就是Perspective 你可以按一下Home OK 這個就是3D Max的基本操作 你要Render的,留意右手,右手邊 這裏有3個茶煲 為什麼是茶煲呢? 因為3D Max比Maya更早 改造出來的 茶煲也是一個比較代表性的Modeling 也是3D史上第一個做出來的3D Model 所以你看到3D Max以前的Logo 一直都用茶煲 好了,茶煲有3個,最右邊就是Render Render 你要按Shortcut的就是Shift-Q 就是Render的Shortcut Render Setup就是這個 第三個 右手錄是1,2,3 就是Render Setup 當然在Mine裡面的Render Setup 一樣的 好了,在3D Max裡面,你留意 其實所有東西都在右邊做了 基本上是在右邊做了 那你已經第一顆太陽的Icon 就叫Create 旁邊的就是Modify Create就是逢餐你要做一些新的出來 都在這裡做的 要做一些新的 要改造的就是Modify 那你最基本上要先記住這兩個東西 那你其他東西就不用記住 那由於我家裡沒有記住 2010,沒有2012的 那其實大部分的功能和按鍵都差不多 那你當作一個初學習的軟體 那基本上你只知道要Render 還有這兩個Modify和Create 先學了Basic Control 那我們就要做一些很簡單的exercise 例如我們會在3D Max裡面 做一些很簡單的Motion Graphics 給我們用,因為它有些東西都挺方便的 在3D Max裡面 在3D Max裡面